9月15号迎来了苹果发布会 作为科技界的春晚 每次发布会在开始前都会引发普罗大众的热烈讨论 而讨论的重点不外乎就是对于发布产品的猜测 今年由于疫情突然席卷全球 也造就了今年苹果不同寻常的发布会格局 首先便是2020年春季发布会的缺失 其次便是由线下转为线上 好在依照传统 秋季发布会以及年终举办的WWDC开发者大会 专注于软件与服务的发布 而每年发布硬件产品的秋季发布会 才是让各路苹果粉上头的节日 苹果公司有一项坚持了7年的传统 那就是在每年9月的秋季发布会上 发布当年的新款iPhone 但是今年这个传统 在发布会开始前 便有传出将被打破 原因则是由于疫情影响了开发和生产进程 有消息传出 苹果在9月初才开始大规模产量 最新款的iPhone 12 所以这场发布会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将其推向市场 果不其然 整场发布会结束 iPhone的身影一直未曾出现 不免有些许的遗憾 不过 作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总要拿出点什么才可以对得起这个名号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一下 刚刚结束的苹果发布会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惊喜与黑科技 本次发布会主题为时光飞逝 Time Flies 所以大家纷纷猜测 这是暗示了发布会重点将会是Apple Watch 结果不出所料 在一阵绚丽的开场动画之后 来到了Apple Park的大圆环内 随之镜头飞跃到了站在走廊里头的Tim Cook Cook一番寒暄后便开门见山 称今天将有两款产品带给大家 那就是Apple Watch与iPad Apple Watch自其诞生之时 便被赋予了超越手表本身的意义 因为它在家用控制、流媒体音乐、心脏检测、跌倒检测等方面 都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正如发布会视频中一些现身说法的使用者 在使用Apple Watch检测自己的锻炼数据 以及身体指标后变得越来越健康 又如一位使用者在心脏骤停前 手腕上的Apple Watch第一时间发出了警示 从而拯救了他的生命 那么新一代的Apple Watch将会在这方面做得更加极致 比如检测血氧饱和度 在Apple Watch发布完之后 iPad并未随之走来 接踵而至的反而是另一项新的服务 Apple Fitness Plus 这是一款与Apple Watch可以完美融合的服务 它可以给使用者提供各种类别的健身指导视频 同时还可以整合音乐提供给锻炼者收听 更为智能的是 它还会基于苹果强大生态系统的算法 给用户推荐智能锻炼建议 而与Apple Watch的完美协作在于 锻炼时被监测的各种运动指标将在Fitness上同步显示 怎么样 听起来是不是很炫酷 想要实现这一切 只需要279美元买上一个Apple Watch SE 加9.99美元一个月的Fitness即可 当然 除此之外 还有更高版本的手表 以及苹果所有的软件打包服务 Apple One可供选择 接下来 苹果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产品 走出10年卖出5亿台的iPad 便昂首挺胸的走来 首先介绍第8代iPad 外观变化不大 只不过将芯片升级为了A12 Bionic 性能大幅提升 这都是基本的操作 接下来出厂的iPad Air就不得了了 因为它装载了业内首款5纳米极芯片 集成了118亿个晶体管的A14 Bionic 这为这款iPad Air带来了惊人的性能 玩游戏 剪辑 P图片 将会随心所欲 无所不能 这两款iPad价格分别是329 以及599美金起 好了 以上就是苹果2020秋季发布会 为我们带来的产品 虽然这场发布会被定名为时光飞逝 但是小编觉得 苹果很明显想要帮助我们留住美好的时光 不管是Apple Watch对于健康管理的专注 用来帮助我们延年益寿 减缓衰老 以及所有产品都开始使用可回收环保材料 帮助地球减少压力 维持生态 都无处不在地在传达这个宇宙级企业的责任心 最后的最后 大家肯定还想问 难道今年没有新iPhone了吗 小编偷偷告诉大家 根据内部小道消息 其实是有的 大概在10月中旬就来了 大家翘首以盼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nie 了 by bwd6